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呢天氣還不錯啦 從東北風慢慢要轉為偏東風了 所以這一次來說的話這個禮拜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天氣 為什麼呢因為整個高壓顯著的東移 台灣位於高壓的下緣 所以我們會吹的偏東風 或是偏東南風 這個時候呢就天氣會非常的穩定 西半部呢就會沒什麼風 早上同意有一些濃霧 甚至呢白天的時候還有一些大氣光化反應 本地的空氣汙染 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請大家這個禮拜 要注意空氣品質 好天氣 很穩定沒有好空氣 就是這個禮拜的寫照 而且呢很乾 尤其西半部的朋友 請大家要節約用水 所以請大家這個禮拜 要注意一下就太穩定了天氣每天的天氣都跟昨天一樣 那現在呢下一個變化時間會是在週六的深夜到禮拜天 禮拜天呢有一波東北風會接近 有一波風面會掠過 但是現在的預測來看的話 恐怕呢 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雨水 所以 我們還是一樣到月底之前現在的預測來看的話 月底之前沒有什麼太大的系統接近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節約用水 這不是口號要身體力行來做 大致上呢這個禮拜都 非常的穩定 東半部呢有時候有些因為吹了東風到東南風 有一些這個地形發起來的局部雨勢 這是東半部 那這個呢會持續幾天的時間 有時候就下午的時候就雲亮就漲起來了 西半部呢沒什麼風 大概會有一些海陸風環流啦 但是這個情況呢就很容易讓污染物在這個地方累積 請大家注意一下 什麼時候變化呢就是 禮拜六的下半天到晚上 可能禮拜六的晚上開始呢有一波 東北風會增強 有沒有看就不一樣了 就跟這兩天的變化一樣 北部跟東北部會稍微溫度下滑一些有很有感喔 大致上這幾天呢都不大會下雨就東半部有一些局部零星的偶正雨 那空污呢就要請大家注意了 這邊這張圖呢不是說很多的空污都到台灣 而是自己也有貢獻 這邊大家都是自己的貢獻出來的比較多 本地的污染 經過大氣光發反應 本身就很穩定的 大氣將光發反應就排不出去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昨天的問題還累積在這邊 今天又齊去排放 不斷的累積 我們每個人生活的來源 交通污染源 工業工廠等等都會製造這樣的污染 預計呢這個禮拜都是很類似啦 請大家 一定要提高警覺 什麼時候才會完整的變好 就要等到這個週末了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這個禮拜呢 好天氣沒有好空氣 溫度真的會回到 北部呢高溫會到15到18到26度啦 非常的舒服 但是周末會有點降溫喔 大概禮拜天 中部呢也差不多 18 29度到26 27度 有一點熱的感覺中午的時候啦 但是早上呢還是可以穿長袖 中午的時候有點熱了 南部呢 212度到27到28度 真的有點要 越來越熱的感覺 要注意空氣污染 今天晚上呢 南部中南部有機會到達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但是明天呢有沒有看到 整個西半部 從北到南都是明顯的轉差 而且呢是北部 都有可能到達 敏感族群不健康 南部呢會到所有族群 不健康等級 所以請大家 一定要留意好天氣 不見得有好空氣 因為太過穩定了 加上本地的各種的污染 累積在一起 所以這個禮拜呢 空氣品質顯著的轉差 一定要注意一下 沒有必要 盡量避免在戶外做一些 劇烈的活動 請大家注意如果你的附近轉差的話就要特別留意 那這個禮拜都是很穩定的 週末呢另外一波封面還有東北風味接近 大概在禮拜六的深夜到禮拜天的清晨會有一些改變 大家再留意就可以了